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启蒙老师故事第21期 应广大观众的要求 本期开始介绍00后的演员 因为事迹实在太熟 视频不会很长 请多见谅 本期的主角就是今年3月刚刚出道 出生于2001年8月的东云美龄 东云老师一出道便是SE的专属演员 因为憧憬着想成为华丽的偶像 在学生时代就零星参加过一些偶像活动 但是后来受到疫情影响 最后还是放弃了 但是他发现暗黑界有很多可爱的女演员 并想成为那样的存在 所以选择了出道 东云老师有着恐怖的G-Cup 曾在采访中表示 虽然身材纤细 但是胸部更是我的骄傲 长着一张清秀的偶像脸 以及偶像水平的可爱 试问谁能不爱呢 东云老师于2022年2月开通的推特 亮相仅仅半年便收获18万粉丝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学生时代就参加过偶像活动的东云老师 因为疫情无法继续偶像梦想 据说很久以前就是憧憬着 同是偶像出生的三上优雅的生活 才对暗黑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采访中 东云老师本人透露 第一次看到三上老师 以为是偶像 十分憧憬 后来才得知 三上老师是暗黑界演员 感到十分惊讶 于是得出了暗黑界女生 都十分可爱的结论 并且东云老师还表示 十分钦佩其他女演员的上进心 由于出道才半年多 东云老师的作品并不多 截至目前只有六部 只能说期待他以后的表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因为大部分演员的事迹都是 从演员的采访和自传 还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 东云老师出道时间过短 没有更多的信息流出 还望各位观众见谅 还有其他想看的老师故事 欢迎点赞 评论以及私信